之前排掉了两代意大利千黄 我们来换一下口味 今天阿伦的球状首发 继续带来十本你没看过的 美国无肉生肉老电影 千黄的占小半 排名不分先后 老规矩 喜欢哪一部告诉我 不再完整自翻 玩偶屋 70年代 开创性的女性剥削电影之一 也算比较知名的一部 和大鸟龙是姐妹片 有所不同的是 本贝德卡斯堪称豪华 这个女孩是不是有点眼熟呢 她参业的历人型我自翻过 那魔鬼身材让人眼前一亮 有兴趣的一会儿可以去瞄一下 你或许有一个疑惑 这些女孩都是带着化妆品进的竹马 还是镜头自带美颜效果的 其实都不是 人家容易女求了 还要保持美美的 那不就是电影所要表达的女权思想吗 剥削电影嘛 当然是发生在监牢里 女孩克林遭到了谋杀的指控 被关进了菲律宾的监狱 她将在里面待满20年 人干嘛到了大姐 一眼就看中了可爱的她 想要把她纳入后宫 个性倔强的克林坚决不从 在反抗大姐的过程里 她和一个叫做邦尼的女仇 成为了朋友 一天 克林被恶毒的女警带走 想要通过新军逼供 让她承认莫需要的罪名 交集的邦尼找到了聪明的阿尔克特 他们能够救援成功吗 猫眼 一部不错的西区可可流犯罪片 光是一个猫咪的片头 就勾住了权念 大战 60年代的剧情 盖尔·汉尼卡特 在本片里贡献了极佳的表演 而号称千名帕克的著名美国女星 艾里诺·帕克 依旧风云游存 故事是这样的 男人与新与友 密谋干掉她富有的阿姨 而霸展她的财产和豪宅 但前提是 必须要除掉阿姨家里的一群猫 因为男人看到猫就害怕 一线似乎都朝着计划进行 他们干掉了猫 正准备将阿姨的轮椅 从山崖上推下去时 那群猫竟然现身了 把两人吓得半死 小威的真相也因此大百 梦不喜为恶 一个在孤儿院长大的女孩 长大后成为了马戏上的当家花旦 他一直有一个烦恼 那就是他从小就失散了父亲 直到他遇到了一个流行歌手 之后发生了一场 离奇而又毛骨悚然的故事 一部极佳的以美国乡村为背景的 全影进程片 血型妈妈 小鲜肉版的幻女人 B级片欺负 罗杰克曼的家族 27的德尼罗真是一掐一包水啊 对了 幻女人两部我已经自翻完毕 这个和这个 本片改变自三年代 聪明昭著的贝克家族 故事很简单 一个彪悍的老妈 带着三个儿子打价劫舍 本片延续了师兄大道 对道德观的颠覆 和对反英雄的推崇 但主人公缺乏那种 罗宾汉戏的人格魅力 既不神秘也不浪漫 完全是毫无解释下 伤害他人的工具 喜欢西部电影考古的 或者单纯喜欢得业的 可以拿来一看 莫菲斯托的华尔茨 一部另类非典型恐怖电影 个人觉得拍的真是圣人 圣到骨子的那种 这得益于那精妙决论的道具 恐怖音乐的配合 当然最主要的 是英国宝贝杰克林·比塞克 他有四分之一法国血统 拥有法式占了美同的他 在六十年代末的欧洲和美国 可谓是家喻户晓 无数男人心中的女神 故事非常的吊诡 一对漂亮的夫妇 来到了美国的加州 遇到了当时最伟大的钢琴家 等他死后 丈夫竟然被邪灵附身 成为了另一个人 此类型片不能剧透太多 不能看着就没意思了 喜欢这一款的 前排挂子伺候 巫术 伯托格登 受波兰司机 罗斯玛丽的婴儿所启发 自编自刀的词片 影片在上映后 票房不接 直到1983年 发行了重制版的录影弹 才得到了一大票拥走的热捧 又是一个发生在小镇的鬼故事 老理的丈夫弗兰克 接受了莉莉丝小镇的 一项新工作 他发现当地居民都信奉巫术 事情一发不可收拾 老理先是失去了孩子 往里开始复活 鬼魂在他周围萦绕 他是否能摆脱这恐怖的魔兽呢 可飞 一部经典的黑人女孩复仇不缺片 2019年的韩国动作犯罪片 姐姐必须是受了这一步的影响 有所不同的是 姐姐是去寻找失踪的妹妹 而可飞的大姐 则是为染上毒瘾的妹妹复仇 本篇的别名 女金刚很少毒笑 已经完全概括剧情了 当然 如果你是冲着凶猛的大杀气而去的 那绝对可以去慢慢品味 这是一个绝对令人舒爽的复仇故事 女主可飞是一名护士 她的妹妹染上了毒瘾 身体日渐凋零 怀起对毒贩的生无痛绝 可飞卖上了副手之路 她并没有使用蛮力 虽然她力气也很大 而是巧妙地利用反间剂 苦肉剂 美人剂等等 扫清了毒贩团伙 导演杰克希尔 你是不是休息过孙子兵法呢 亚特兰蒂斯的神话 今天唯一部带电科幻的奇幻片 一群冒险家 其实呢 就是皮条客 骗子和一些科学家 闯进了一座与世隔绝的岛屿 想要得到传说里的宝藏 这个岛有一个穿着比基尼的女孩统治 起初的时候 土著对这群外来客很包容 因为他们想要女王得到外族的基因 可随后 看前队开始变得贪婪 这引发了双方的冲突 相信去看原片的都是冲着海报去的 确实 本片的水下镜头很多 在1973年 这无疑是相当的前卫和烧钱的 还有 土著们的死鱼泡眼 女王的防水兽皮比基尼 也是本片的两大亮点 一部中规中矩的斯拉鞋砍纱片 一个变态男人围组青睐插业女郎 典型的三段式故事 跟别的砍杀兵有所不同的是 本片的杀手邓恩身材销售 戴着眼镜 一身普通的西服 他涂射的理由很简单 参怀女郎给读者的心理 冻植了污秽的东西 所以他们必须被消灭 三个故事一个比一个精彩 导演明显还没有想到拍续集 用最后一个故事里 杀手直接被反杀了 高中大屠杀 首先提一嘴 华晒五颗星 但几个镜头都拍得唯美自然 这一点在70年代的 片片里算不错的 一部包着 消灭霸凌外衣的 斯拉鞋砍纱片 也是因为如此 豆瓣没有平分 而MDB给了六分 还前史的评论 好几个给了满分 看样子 美国对消灭霸凌 这个事儿看得比较重 这种片子 剧透也没啥 原本很优秀的南海大卫 受到了一大群团伙的袭击 并受了重伤 那进入贪货的腿伤 让他开始逐渐愤怒 精神错乱 渴望抱负那些欺负他的人 好了 盘点完毕 70年代的时候 美国片相效于依法片 还是稍显的粗糙和智能的 直到欧洲限量潮开始没落 好莱坞才顺利地 接过了林特朗的位置 注意啊 我说的是 惊悚恐怖题材的B级片 好了 我盘点托布什的书中 还是希望得到 小伙伴的快速反馈 来微调之后的选片 我会置顶十部电影的片名 实在懒得回复的 直接评论区和弹幕 打上数字就行 你嗓子多的 我再用心地去翻译 我是艾伦 我是雷吉他 我们再会